我多了那一碗饭的成本钱、材料钱 我不会富有 可是我少了那一碗饭的钱 我也不会很穷 反正我本地很赏 他成真客人却送爱心丼饭 少一碗饭的钱也不会穷到哪 谈谈心话这家专卖丼饭寿司的日式食堂 老板谢敏南 4月初则在脸书暂贴一张成真客人 不然我们要饿死 以人会心一下的照片后 12号又在脸书社团公开po文 要送爱心午晚餐 不到一周即兴超过6000人按赞分享 朋友直呼人间处处是温情 或许你要我贡献金钱 我可能没有办法 那因为我是做餐饮 那吃的东西那都OK 我宁愿给人家吃 我也不愿意把那些食材浪费掉 一个小力量 做得到的我都OK 欢迎快乐就好了啦 赚钱齐次啦 今年45岁的谢敏南 小时候不爱念书 国中毕业后开始学做料理当厨师 太武后沉迷于金钱游戏 改行走向他不想多谈的浪荡之路 直到37岁那年 想过平凡而稳定的生活 才回购到三天工作 继续餐饮人生 做得到家族关锡 要认为家族说我不爱做了 他跟我说我要做了 我也没问了 我不知道我要做了 本人在哪里 台湾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就想说 我来撒六年 等了 未来十四年 我总是可以过成我了 三年多前 谢敏南向大户借了二十万元 走上创业之路 百乐将近一年路边摊 好不容易做了店面做起生意 却又附上还被人疫情冲击 收入大受影响 不是剪灶 是剪灶 然后没有剪灶 尽管自己也是 竖井要带过日子 谢敏南爱心不落人后 除了参加艺厨团 做菜给弱食团体吃外 而今又免费提供餐点 给有需要的人 人都是会有困难的时候 那大家互相 那我只是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谢敏南向说 反正他本来就很穷了 生活只要开心就好 只要他有能力 一定让爱心餐继续流传 其实疫情结束后 我还是会做这个行为 可能就会变成说 有社会客 他帮我发爱心餐券 因为这样 他比较针对性 是需要帮助的 东秀文台南报道